現在全球有許多民眾饱受高通膨之苦 大家都想要省點錢 在法國巴黎光鮮亮麗的外表之下 有一些大學生租用的便宜宿舍 煤菌 還有蟑螂到處爬 簡直就像是恐怖電影的場景 而在英國 有圖書館體恤 民眾負擔不起昂貴的能源費用 就跟慈善機構合作 提供免費熱飲和食物 讓民眾進來取暖 法國巴黎南部一間學生宿舍 最近成為熱議話題 因為裡面實在老舊髒亂到不行 房間牆面 衣櫥 插座滿是黑色黴菌 不說還以為是衣騰潤餓的恐怖漫畫場景 公用廁所也是同樣狀況 這麼糟糕的環境 卻是由公家資助的機構營運了宿舍 這些宿舍價格低廉 每月租金含水電不到一百六十歐元 僅臺幣五千出頭 手頭不寬裕的學生也負擔得起 但裡頭都沒有好好修繕 不但充滿霉菌 病癌 小牆也如入無人之境 在房間 廚房 廁所到處走跳 怎麼親也親不完 髒臭情況引起當地學生會關注 並要求改善 宿舍營運單位 則回應 舊宿舍未來幾年會大翻修 只是對現在的房客來說 恐怕緩不济及 相較之下 這裡的環境就天差地別 幾名富人忙著織毛線 書櫃旁有兒童遊戲間 附設的咖啡廳還有免費熱飲 熱湯 看起來很溫馨的空間 其實是英國一間圖書館 當地去年起物價攀升 許多民眾負擔不起昂貴的能源費 生活陷入困境 有慈善機構想到跟圖書館合作 設立溫暖空間 進出方便 需要幫助的人不用擔心旁人眼光 除了取暖 閱讀 替3C設備充電 索取衛生用品 館方還跟食物銀行合作 供應免費食物 並提供談話小組之類的交流活動 希望在這波通膨壓力下 讓民眾互相依靠渡過難關 公視新聞 順林編譯